在全球化的时代 企业能否取得来自全球投资人的信任 是企业增长的关键 也是企业规模的指标 事前美国中文投资网召开记者会 宣布正式登陆美国资本市场 来看报道 在记者会上 中文投资网创始人维荣旺宣布 成立于1999年的美国中文投资网公司 日前接获美国存管信托公司通知 正式登陆美国上柜股票市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市的第一天 我们成交量是2000股 第二天我们成交量是达到了23000股 那么截止今天周四 2月2号我们成交量已经达到了2万股 从股价从1块钱已经来到了1块7毛5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欣喜 而且我们就是代号是CIX 或者大家可以用CIX.ob 去查我们公司的信息 我也刚才在节目当中就是讲了 我们的今后将会主力推广 这个我们网上的交易平台 包括美股外汇黄金 原油给大中华地区 还包括海外华人的一个平台 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对我的公司的股价 我们公司的团队 我们公司的客户都非常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支持 好 谢谢大家 文人网具有超过15年以上的投资交易经验 曾经获得两次世界交易冠军 中文投资网目前主要提供中文股票投资财经信息 未来将会为全球华人投资者提供更多交易平台 股票资讯和教育培训服务 美国中文投资网是通过主动向美国证监会申请上市 并且已经获得了美国对冲基金150万美金的邀约 国际卫视记者唐李正 朱思勇 洛杉矶报道